美國開學第一天愛荷華州傳出校園槍擊 十七歲學生進入學校掃射 造成一死五傷 而共和黨愛荷華州初選即將展開 川普領先其他候選人超過30% 法國加勒夫表示將不再販售百事商品 包括可樂 洋芋片 漆洗 汽水等 以抵制漲價太過誇張 而美國年底假期 線上購物高達2200億美元 但信用卡欠款累計超過1兆美元 大陸加速超級快充建設 號稱打造一杯咖啡 滿店出發 全一冷超充技術 讓高海拔地區也能充電 並推行車網互動充放電裝置 能反向送電給電網 緬甸國內衝突持續 緬北戰火炮彈落入大陸 雲南道路造成五人受傷 大陸外交部火速抗議 呼籲停戰避免殃疾無辜 北歐瑞典北極村出現負43.6度低溫 是瑞典25年來最冷1月 風暴霞帶強風豪雨侵襲英國 再往歐洲大陸前進霸得多國淹水釀災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日本的元旦強震現在進入了第四天 這時候傳出了振奮的消息 已經過了救援黃金72小時 但星期五我們就報導 他們的搜救不會停止 在瓦砺堆中找到了一個超過80歲的老人家 他獲救的時候意識非常清楚 除了這個好消息之外 整體的救災現在明顯的就是撞到了瓶頸 因為在強震災區連外道路幾乎都在大震當中受損 或者整個路被土石埋掉 因此很多偏遠的聚落完完全全變成了海岸孤島 物資到現在沒有辦法送進去 尤其是很多老人家慢性病需要服藥 連可以吞藥的水都沒有 而七效預報接下來災區可能會下雪 因此災民的避難生活這個時候變得特別棘手 而且交通預示的問題迫在眉睫 日本石川縣元旦強震已過了救援黃金七十二小時 搜救人員持續在瓦砺堆中奮鬥 總算迎來奇蹟 重災區之一的輪導士週四下午 一名八十多歲女性獲救 救出時意識清楚 緊急送院治療 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卻是少數 輪導士一名八十七歲女性被埋在倒塌的民房中 今宵出動多名人手挖掘 左右零社圍繞周邊關心 而結果叫人心碎 我沒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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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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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進入災後第四天 整體受災規模仍無法估算 尤其是死傷存在許多不利因素 能登7.6強震 數公尺高的海嘯侵襲沿海地區 劇烈錯動的地層使得地形改變 道路斷裂 山坡滑動 嚴重阻斷通行 交通癱瘓成為救災的一大絆腳石 各單位按首相命令準備了源源不絕的物資 但問題是道路受損嚴重 物資根本送不到目的地 醫療更是如此 救護隊進不去 老弱災民出不來 身體狀況逐漸下滑卻得不到照護 尤其石川人大規模斷水 老年人想吃藥但沒水配 也沒辦法自在灌洗 難以維持健康與衛生品質 逐州災民自利救濟 在牌子卸上需要的物資立在馬路邊 祈求路過的人能把消息帶出去 有些村落勉強擠出人力 清除一條臨時通道 接觸古島狀態 方便物資尽早抵達 在絕境時總能看到最美的風景 縱使自己也是慘兮兮的受災戶 還是想盡辦法準備了食物 衛生用品等物資 甚至直接在路邊開火 經過的人都歡迎來吃頓 暖心暖胃的飯 在一片了無神經的滿目創痍中 喝下的不僅是一碗手作的熱湯 更是對抗逆境的勇氣 不過勇氣總有耗盡的一天 雖然災情全貌尚未明朗 但民間學者透過官方資訊 製作3D地圖 一窺能登半島慘況 光是輪島 株洲 東部區域 就有超過10個地點 道路遭到破壞 其中大多是偏遠聚落 連外的唯一幹線 從崩塌點往海岸前進 雖有港口 但地震後 潜潭海底 岩石隆起 船隻無法靠近 海邊村落 淪為孤島 南丹半島面對的 除了救援困難之外 天氣也不樂觀 接下來可能有雨轉雪 搜救難度將大增 避難生活 則勢必更艱辛 日本政府耽誤之急 則是要趕緊解決交通問題 有效率的推進 所有救災作業 TTV新闻綜合報導 新的一年 極端氣候越演越烈 我們看到歐洲西北部 迎向了大西洋風暴 他們的土地帶來極高的雨雪 現在洪災區包括法國北部 德國和部分的英國區 瑞典經歷了極度寒冷的天氣 這是四分之一世紀來 最冷的一個一月 北極村冷到零下43.6度 一起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瑞典爆風雪來襲 不只癱瘓南部交通 北部地區更經歷極凍溫度 位於拉普蘭區的北極村 氣溫降至零下43.6度 打破自1999年以來 一月最低紀錄 而北極圈南方150公里處 還一度冷到斷電 極端氣候來勢洶洶 歐洲西北部則正面臨暴雨洪災 法國北部加拉海峽省 兩個月來第二次淹水 搜救人員已協助數百人撤離 鄰近的德國也正立抗洪災 其中西北部的夏薩克森邦 是最嚴重的災區 當地救難人員忙著用水桶 搭建一條長兩公里的零食水壩 根據氣象學者預測 接下來更多雨 會從法國西部抵達德國北部 總理肖茲在週四前往災區視察 承諾向災民提供協助 不過沿路遇到不少民眾 衝向前對他大喊騙子 比利時野獸這波大西洋風暴輕奇 從週二開始連日的大雨 導致部分地區嚴重淹水 火車營運商在週四宣布 將暫停從布魯塞爾到盧森堡的服務 直到水位趨緩 民眾恐怕都得改達巴士 我們有關聯合所有住民 我們必須知道 我不會說是常常的城市 但這不是一件事 他們沒有認識的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習慣 他們會讓我們有更快的關係 而且人們都很安心 超大的風快把人吹走 英國遭風暴旱客橫掃 截至週四下午 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 發布超過550個洪水警告 北安普段郡也因為一條主要河川潰堤 宣布進入重大事件 而這場猛烈的風雨也讓許多還不會游泳的小海豹被大浪衝走 與海豹媽媽失散 截至目前救援單位已救出60隻小海豹 但專門收容的空間已逼近飽和 不知歐洲天災頻傳 美國加州沿岸也一連好幾天先去巨浪 吸引不少重浪客冒險挑戰 海岸上也聚集了大批圍觀的群眾 不過救生員警告大浪可能突然打上來 越來海灘還是比較安全 至於加州內華達山脈 本季的第一次降雪調查 雪礦則低於平均值 我們錄製了雪的深度 7.5公斤 和雪水的深度 3公斤 這效果是30%的平均 所信目前加州所有的水库都是滿水位 並且可能在1月或3月迎來大雪 TVA新聞總和報導 好 接下來來看的是中緬編輯 現在中國提出了嚴正的警告 緬甸有內部的戰事 卻讓雲南的民眾因此遭殃 要遠溯到去年十月底 緬甸軍政府跟民兵發生激烈衝突 第一次有交戰的炮火 误及到雲南境內 在週三下午 這個炮彈落在雲南正康縣的南散鎮 5個人受傷 這是2015年之後 再度由緬甸內戰的炮火 误及到中國 緬甸軍政府現在全力 慶祝他們的獨立日紀念 而且還在特赦囚犯 不回應這件事 緬甸裡面呢 最有全球知名度的就是翁山蘇姬 他已經被關押將近三年了 並沒有在這一波的特赦名單上 元旦當天 中聯兩國才剛在雲南邊境舉辦跨境馬拉松 展現兩國友好 沒想到相隔僅三天 一顆來自緬甸的炮彈就炸入雲南正康縣南散鎮的市區 不少店家受到波及民眾倉皇逃生 從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炮彈就落在行道樹旁的人行道上 捲起大量煙銷 有物品被炸飛 還有路過民眾當場受傷倒地 醫院工作人員稱 當天下午接至五名遭炮彈炸傷的傷患 北京當局雖然證實遭緬方炮彈誤擊 卻拒絕說明具體傷亡情況 似乎有意淡化事件 中方高度關注緬北衝突態勢 對武裝衝突造成中方人員傷亡表示強烈不滿 以向有關方面提出嚴正交涉 從去年十月 緬甸政府均與國管等地武裝組織爆發激烈衝突以來 戰火就不斷波及中方 包括雲南邊境三所學校一度暫時停課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兩國邊境的金三角口岸更突然遇襲 上百輛往來中眠兩地的貨車 以及車上滿載的中方貨物被燒毀 為了止損中方積極協調斡旋 並且在上月中宣稱 各方已經達成臨時停火協議 可惜停火僅維持了約一周 上月底各方又恢復激烈交戰 也因此在2024年第三天 就有炮彈炸入中國境內 上一次緬甸內戰炮火落入中國境內是在2015年 當時先是政府軍機穿越邊境 發射三枚炮彈落在中方一側 之後更有兩枚炮彈落入這回出世的雲南 鄭康縣南散鎮一間餐廳旁 兩次無設造成平民無死十三傷 當時中方除了向緬甸提出嚴政交涉之外 更在中緬邊境展開士兵實彈演習 作為正哲與反制 至於這回中方會不會再採取八年前的正哲舉措 人待觀察 但緬甸方面明顯沒有像上一次那樣 第一時間對炮彈物及有任何表態 因為2021年政變上台終結十年民主議會治理的軍政府 把更多心力放在週四舉行的獨立日活動 慶祝76年前擺脫英國統治 活動中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 沒有依慣例親自發表演說 改由部署宣讀講稿 鉴於緬甸政府軍當前與民間武裝的衝突節節敗退 外界關注敏昂萊 這回缺席可能與戰情失利有關 由逃離緬甸軍政府統治的前任緬甸軍警坦言 政府軍內部缺乏紀律 訓練與物資也短缺 因此在衝突中很快就會投降 此外民眾與軍警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 為了安撫民情緬甸軍政府在獨立日當天特赦9652名犯人 其中包括114名外籍受刑人與120名政治犯 但三年前被逮捕並扣上貪腐罪名的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 卻仍深陷欲忠 對緬甸民眾來說期盼軍事統治結束國家回歸正軌 對中國民眾來說也只有結束軍事衝突 才可能讓兩國邊境回歸平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2024是美國大選年 而美國的總統大選初選即將開跑 共和黨初選的第一站是指標性的愛荷華州 在週四開學日的時候 愛荷華州卻不幸有校園槍擊案一死五傷 這是一個相對比較保守的州 參選人對於槍支管制閉口不談的 而前總統川普在愛荷華州民調第一 領先對手30個百分點以上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候選人 這時候是互徵第二 川普遭報在總統任內透過旗下企業 收了20國政府總共780萬美金 外國官員爭相討好川普 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距離2024 美國總統大選第一場初選只剩下10天 15號的愛荷華州黨團會議 共和黨人要選出黨的總統候選人 目前選情最激烈的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 和前聯合國大使海力 但他們兩人爭的是第二 因為所有民調都顯示 前總統川普在愛荷華州領先30個百分點以上 德桑提斯些微超前海力 但差距在誤差範圍內 愛荷華州這一戰對兩人都是政治殊死戰 對德桑提斯來說尤其如此 他要拿下共和黨提名勢必取決於愛荷華州初選 因為在初選第二戰新喊不下州 他的民調落後川普和海力甚至落到第四 換句話說他在愛荷華至少要拿下第二名 否則就真的下台一舉功 從一開始就跟其他共和黨參選人一樣 不太批評川普的德桑提斯 儘管現在開始談這位頭號對手 但仍有支持者認為他對川普不夠強硬 德桑提斯週四在CNN舉辦的市民大會上 更乾脆說民主黨希望川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 不過就在市民大會同一天 愛荷華州爆發校園槍擊案 當天是放完寒假開學第一天 結果一名小學六年級生命喪槍下 另外五人受傷 17歲槍手也因自己造成的槍傷死亡 永槍權是共和黨的神主牌之一 在保守的愛荷華州更是如此 共和黨參選人大多強烈反對槍支管制 而民調緊咬德桑提斯的海力 同樣也開始針對排名第一的川普 對民調很甩對手的川普來說 不只要在愛荷華州贏 還要贏得漂亮 要讓第一場初選 就成為提名戰決定性的意義 不過現在川普遭報 在總統任內旗下公司 收二十國政府至少七百八十萬美元 相當台幣兩億四千萬 根據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 民主黨人公布的報告 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 在川普名下產業 花超過五百五十萬美元 名列第一 包括在紐約市的川普大廈 以及在華府和拉斯維加斯的 川普國際飯店 其他包括沙烏迪阿拉伯 卡達 科威特和印度都榜上有名 報告指出川普在中國工商銀行 租用川普大廈後 拒絕制裁這家幫助北韓投脫制裁的銀行 川普政府在2017年5月 與沙烏迪阿拉伯 簽下一千億美元的軍火交易 幾乎同一時間 沙國在川普旗下資產 花了六十萬美元 都構成利益衝突 川普拒絕如其他前總統們 上任前放棄資產或全權信託 代表他依然可以從中火力 這是萬眾合報導 在課堂上大發脾氣 電影《春風靜草》是土耳其大師 努瑞貝奇希蘭的第九部作品 片長197分鐘 透過身為知識分子 卻高傲自負的男主角視角 探討人性道德的善與惡 當朋友介紹女老師給薩梅特認識 他還擺出無奈的態度 甚至把女老師推薦給室友 但是當他發現兩人越走越近 心生嫉妒之下 又設局讓自己跟女老師拉近距離 破壞朋友的戀情 無心工作只想調派到大城市 薩梅特這個不討喜的男主角 遇上了果敢又獨立的美麗女老師 彷彿是枯草中的一朵鮮花光芒耀眼 土耳其演員梅韋狄茲達 憑藉本片拿下2023年 砍成影后大獎 在劇中與男主角一段長達12分鐘的激變 令人排案驚覺 在劇中的社會主角一段長達12年 在劇中的社會主角一段長達12年 以及男主角的取角行为 让人思考人性的自私面 当观众接受到各种开放式的问句 面对这些课题 你会如何反应值得省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Focus我们来看阿拉伯世界 周三发生在伊朗的爆炸恐怖攻击 80多人丧命 伊朗政府把矛头一直指向以色列 但是隔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宣称是他们犯的案 以色列解除嫌疑了 而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的风险 很快就降低 让国际社会松了口气 但伊朗对于中东秩序的威胁持续 各地都有代理战争 从去年10月来算 美军在中东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攻击 中东是情势紧张 美国国务卿展开第四次中东行 这次是要保护鸿海的航行安全 不然会冲击到全球贸易 中东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周三发生在伊朗中部的连环爆炸恐怖攻击 造成80多人丧身 伊朗政府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不过隔天 伊斯兰国的分支 IS-SK宣称犯案 伊斯兰属于伊斯兰逊尼派 伊朗则是什叶派 两个教派水火不容 因此IS-SK不断对伊朗发动恐怖攻击 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的10月 还没解除 他正在各地点燃代理战争风火 10月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遭受至少118次的袭击 这周美军两度轰炸伊拉克军队 击毙了挺伊朗的将领 美国试图将以哈在加萨的战争 与其他区域的冲突分开 但日前 以色列在贝鲁特郊区 暗杀哈马斯高层首领后 争端就开始扩大 黎巴嫩官方对以色列发出警告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扬言要报复 哈马斯则指控以色列 有意扩大冲突 中东动荡对西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鸿海航运受威胁 全球贸易都受到冲击 伊朗支持的夜门武装反叛组织青年运动 攻击前往以色列的船只 伊朗还派军舰到鸿海驻镇 美国已经多次摧毁青年运动船只和无人机 英国国防大臣卡麦隆也警告 将对扰乱者发动攻击 美军近期也加大反击力道 白宫则透过代理战争国的联络管道 警告伊朗必须停止攻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第四次中东行 这也是他第五次前往以色列 由此可见中东情势十分紧张 布林肯将到访八个国家 除了中东和波湾国 也将前往土耳其和希腊 而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就是鸿海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稍早也派出特使团到以色列 在与纳坦雅胡和国防部长格朗特会面后 以国公布了第三阶段战争策略 加萨北部摧毁地道的行动持续 南部则着重在击毙哈马斯首领 并救出人职 以色列持续猛轰加萨南部城市 尽管民众遵照通知撤离 但还是难逃攻击 埃及边境的拉法市 有六处地点遭轰炸 在当地避难的巴勒斯坦人 见到记者不断呐喊 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性话题 我们来看的是充电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超充 超级快速就能充好电 买电动车的买主 除了考虑品牌车体安全 几乎和这个考量并驾齐驱的 就是充电方不方便 这次是华为推出的 全夜冷超充技术 号称一行一公里 只要充一秒就可以办到 让快充变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而且高海拔地区充电也没问题 中国各城市就加速了建立 快充的充电站 官方也发布要推动车网互动 让电动车可以反向给电网送电 那么电动车的角色 就成为了除能资源 接上充电设备 一台电动车充饱电 得花多少时间 大陆科技巨头华为推出的 全夜冷超充技术 号称能实现快充一秒 续航一公里 哇 这速度真的快 快要赶上加油了 充电有如加油般速度 全夜冷超充最大输出功率 有600千瓦 最大电流600安培 更克服了电动车高原补电需求 在川藏公路上 休息区设置充电站 传统的风冷充电桩 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的条件下 散热能力大幅下降 而我们在318川藏超充滤档上 采用的创新全夜冷超充技术 能够在技术上有效的提升 在高海拔地区的大功率输出能力 这样的全夜冷超充技术 近日广州的充电站也开始投用 能同时让68台电动车充电 每台最快5分钟就能续航300公里 一般的快充张车充的时候 大概要40到一个多小时才能充满 在这次在超充的时候 10分钟左右 我就能充到50%左右的电量 大陆发展电动车阻碍之一 就是充电速度 过去还被戏称充电一小时 要排队四小时 现在却是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大陆各地都喊出要加速建设 深圳要成为超充之城 广州是超充之都 海南瞄准超充之道 我们认为2023年应该是咱们超充的元年 头部企业充电桩的建设如火如荼 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的优势 接下来的5到7年将是超充的高速发展期 甚至是一个爆发期 超充技术解决电动车驾驶充电焦虑 带来巨大市场显力 广州一家充电桩设备工厂 去年订单就成长两倍 业者预估未来两三年超充站点 将会大量布局 除了快速充电 大陆官方还推动建设车网互动 预计2030年要达到规模化 那么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 正在向电网反向送电 经过1.5小时 它可以向电网送电近30度 获取近30元左右的收益 所谓的车网互动 就是让电动车透过充放电装置 反向给电网送电 让电动车成为灵活性的储能资源 以公用车为主 那么公用车每天晚上 大约7点钟下班 而恰恰在我们的夏天和冬天的 这个两个季节 也是我们电网比较紧张的时候 晚上7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 可以和电网进行互动的放电 再利用凌晨0点到8点呢 这个低谷时间呢 给这种公用车进行充电 北京也已经有首座车网互动示范站 开始商业化运营 驾驶可以先在家里充电 办公室放电 获取额外收益 一般每天正常的工作日 深度参与的情况下 大概能放35度电 我的车的电池容量是65度电 8年15万公里 大概也就是400多次循环 可是我电池的这个放电能力 能到1000次循环以上 大陆想借由车网互动 缓解电网压力 不过这种做法 牵涉到电动车电池寿命 电价也得符合成本效益 能不能真的实现理想 成功推广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 TPBS新闻综合报道 不幸的录运意外 美国纽约地铁脱轨 纽约地铁一辆载着 300名乘客的列车 追撞停在轨道上的工作车 两辆车脱轨 26个人受伤 乘客回忆当下的情况 列车剧烈摇动 让乘客惊慌 以为发生了地铁攻击事件 消防员全副武装进入地铁车厢 所有人紧抓的握把终于获救了 看看现场照片 列车车厢脱轨 歪了一边 还微微倾斜 原来纽约地铁 一辆载着大约 300名乘客的列车 在星期四下午 准备离站的时候 撞上一辆停在原地的工作列车 这一撞 还有人以为发生攻击事件 现场旅客和目击者 惊魂未定 赶快打电话报平安 还有人边讲电话边哭 两列车坠撞 双双脱轨 中南人员先关轨道电源 才开始紧急疏散 纽约紧销一度启动 重大伤亡事件处理机制 到现场才发现 因为列车刚启动 速度慢就撞上 只造成多人轻伤 没有严重伤势 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被撞的工作车 之所以停在原地 是因为有人故意 拉下多节车厢的刹车把手 是谁拉的还没找到 另外轨道上有停车 为什么还让下一班车往前开 会是接下来调查方向之一 TB新闻综合报道 好 观众朋友 对于百事这个品牌 印象除了百事可乐 还有什么 其实画面上你看到的 都属于百事集团 它将在欧洲许多的加勒服 货架上销声匿迹击 这是量饭业龙头 法国加勒服宣布的措施 它先是对特定商品贴出警告 因为涨得太过 所以提醒顾客 有的商品价格没变 但内容物严重缩水 那么从周四起 加勒服不满 百事系列涨价太凶 因此宣布 全面不再贩售任何 百事集团的商品 除了可乐 还有7UP 汐水 还有乐视洋芋片 以及多利多姿等等 欧元区在去年的商业活动 现在数据出来 持续萎缩 因此欧元区的经济衰退 以成定局 法国连锁大卖厂加勒服在出手 禁止贩售一系列 百事公司出产的商品 不满这间美国食品大厂 涨价涨过头了 品项除了百事可乐 还有七喜汽水 乐视洋芋片 多利多姿等 未来都不会出现在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比利时的 加勒服超市内贩售 而这项抗涨措施 已经不是头一遭 去年十月 加勒服才贴出警语提醒顾客 部分商品的价格不变 但尺寸或数量缩水 物价变贵 但薪水不涨 让英国的初级医师 在过完耶旦和新年后 继续发动公营医疗系统 NHS史上 维持最长的罢工行动 而他们高呼的是 薪水恢复 而不是调涨薪资 原因是要把2008年以来 被通膨吃掉的薪水 给补回来 一连六天的罢工行动 将进行到下周二一早结束 期间则由资深医师 和其他医疗人员 顶替急诊 重症和缠后护理的人力 NHS自1948年成立以来 一直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去年一整年因为罢工 已经取消掉120万次约诊 如今还有770多万名病患 等着动手术和看病 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布 欧元区去年最后一个月的 商业活动状况 12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终止上升到47.6 高于预期 却是连续第七个月萎缩 显示欧元区经济衰退 已成定局 至于美国 根据最新统计 美国人在这波年底假期的 网络购物消费额打破记录 飙升到222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近5% 而无论是一卡在手 还是一键下单 理财专家跳出来呼吁 别把债留到新的一年 根据纽约联邦 美国人的信用卡债总额 突破1兆美元刷新记录 2023年全美信用卡平均利息 也在联准会升息 抗通膨的影响下超过22% 就连美国政府负债也在去年年底首次突破34兆美元大关 刷新历史记录 企业面则有知名连锁餐厅TGI Fridays 宣布关闭全美36间生意不好的分店 也就是在今年的一开始 就制定预算和追踪支出 尤其是美国的30年期房贷利率 这星期又小幅回升到6.62% 终结连续9周的跌势 至于美股2024年开局不利 周四三大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疲软 唯独道琼在金融类股的领涨下 勉强小涨0.03% 回顾去年年底的一波上涨行情 是由于市场笃定联准会今年开始降息 不过却被最新公布的会议纪要浇了冷水 TV也是中文的报道 来看今天南韩的延平还有白陵两岛的方向 又遭到北韩无预警射弹 延平岛避难所里许多人席地而坐 慢慢等待警报结束 星期五一早南北韩军事紧张 再一次升温 根据南韩军方的说法 北韩在两个小时期间 对着延平岛和白陵岛以北的地方 总共设了至少200发炮弹 这些炮弹落在北方 线界线以北的缓冲区内 没有越界 也没造成南韩方面任何伤亡 南韩通平北韩军事挑衅 也马上出动 K9自走炮在线界线附近 展开五年多来第一次海上射击演练回应 中午十分 延平和白陵两座岛 通通下了避难命令 延平免사무소는 군部 대책 요청을 받고 대피 방송을 내보낸 뒤 주민 대피를 유도했습니다 会这么紧张 因为上一次延平岛被北韩炮弹打倒 是2010年金正日执政期间 60枚炮弹击中岛上 造成两位平民死亡 20人受伤 不止射炮弹 去年南韩决定终止919军事协议后 发现北韩不但重建前线哨所 还在边境金义县铁路 陆续埋下新地雷 TVN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 今天과我们一起focus 群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谢谢 rans欣 82 1 100 0